噢!噢!噢! 下來!下來!欸!那個工程人員 噢!噢!噢! 下來!下來!欸!那個工程人員 我可以講說這個能量 我統計到今天為止 從4月3號統計到今天為止 總共釋放了42顆原子彈的能量 其中39顆的能量 4月3號當天就已經釋放了 其實很多地震虛流我觀察了很久 其實第一天大概故事就已經結束了 後面就大概95%的能量 第一天就放完了 後面就是餘震而已 所以後面餘震雖然也有6.3、6.0這樣 很怕人 因為主要很怕人的原因 不過他在海上就完全沒事 但是他如果是在陸地上 而且又很淺的話 可能就會 老百姓就會感到很恐慌 我想問一下 您覺得接下來有沒有可能發生 所謂的海溝巨型地震 那如果會的話 您覺得哪些地區限制要特別列入境界 1920年 我們曾經發生過一次海溝性地震 它的規模 我們氣象局定是8.0 那我去查美國地址所的資料 它對我們這個海溝性地震很感興趣 它重新做了一個研究還有一篇論文 它把它上修到8.2 那8.0到8.2大家不要說 只提高原子彈沒關係 那個8.0的話是500克原子彈的燃料 8.2是1000克 1000克原子彈的燃料 不過它發生的那個位置 可能會就是說比較在外海 就是在那個東南澳海盆 或者是那個南澳海盆 有一個加掛海情 差不多那個位置 吧